第四集 歡迎收看我們新手爸媽日記 第四集了 這一集是要來回答大家非常好奇的問題 好多人師兄問我 大家問我們到底是怎麼受孕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經驗 就只是我們的分享 如果你們試的沒有用不要怪我們 再參考看看就好好不好 啊我們準備說我們的第一件事情 正所謂公益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先去做了健康檢查 找了醫院我們也是找了很多家 很貴很貴 找了我們就找了最便宜那一家 台北市立刻醫院這個9000多塊而已 但是有點尷尬就是9000多塊 我們那個財經室 沒有WiFi 也沒有什麼成人找到自己的影片看都沒有 通房間醫院都尷尬 對對對從驗出來可能這樣 可能貴一點點破完就會歪翻 可能貴一點點破完就會歪翻 是可能嗎 所以第一階段我們做了健康檢查 OK所以都可以收音的 接下來就是要狂抽猛擦了 但是狂抽猛擦要選對時機 那大家怎麼算排卵呢 如果一般正常這個經期 正常的應該就算了 好像是下一次經期的前19天到第11天 對有點複雜喔大家回去算 像禮拜就不規律嘛 每個月都不正常 就很難賺啊不會每個會固定來一次啊 所以我們第一個月就先用了量體溫的方式 量一下今天體溫比較高 就是排卵喔 快排卵 36 36 39了 36了 36了 39太高了 37多這樣 可能就高一點這樣 比平常高這樣 就可能狂抽猛擦 但是也不太準啦 所以我們第一個月擦是吧 所以第二個月開始我們就想說用一些科學的方法 科學輔助的器材 科學輔助的器材 我們就去買了這個排卵柿子 這個就像在驗譽放那樣 就捏鳥 對捏鳥上去 然後它就會顯示兩條 那你就看呢 怎麼左邊的比較深 你認真做紀錄啊 看不出來 所以第二個月 所以第三個月 重成本 重成本 我們還是一樣運用了這個排卵柿子 可是高級 這個厲害喔 超科技的 然後放在手機上 它就會顯示 受孕力最高 對 讓手機去判別 你是不是排卵 很厲害 因為精子可以在印刀裡面活過三天 所以就讓幾天 超猛擦 就這樣撞了 耶 就這樣撞了 沒錯沒錯 但這中間的過程 是有吃一些中藥 硬要調理身體 所以就是我們的收益過程 說快不快 說慢也不慢 差不多半年 半年的時間就成功了 算是蠻lucky的 對 酸性愈的 這個經驗跟大家分享 啊 我們沒有業配喔 沒有業配喔 我們會被光澤 不要我們哪裡買的 自己上來 你們都沒有收錢 差不多 當然有些偏方 比如說拜什麼 諸神娘娘啊 什麼廟 好運眠啊 怎麼用 我們也是很多喔 我們可以下一集 跟大家分享一樣 受孕的信仰片 偏方 信仰片 是啊 新的一年要搞 你現在就打開這個 如果想要受孕的父母們 早上櫃子 可以可以 就打開早上櫃子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沒有業配喔 沒有業配喔 最後 來來來抽獎時間啦 我們抽這個非常好用的這個 海軟柿子 我們買了四份嘛 因為低龜都中了 所以我們要有三分送給大家 訂閱頻道 然後留言 好不好 我們就抽出三位 真的想要懷孕的夫妻們 送給你們 一組有十隻喔 未成年的不要來抽好不好 好 請來訂閱 抽獎